發大恐怖了 YES 在可憐主婦娘沒著 北市中山鬧區吉林錦州街口 9號深夜 經見羅南小章逛大街 逢人就挑釁 甚至衝進路邊店家 對著一票陌生客人 發狂叫囂 一伙人插點打起來 我都XX就死了 把這個弄得這麼好 你們要改變方案 有像有殺了死我 大搖大擺露出私密部位 在台北市區當晉級的巨人 人行道上亂喘 邊跑邊詭異吼叫 團長 隊團長 我承搖到跑邊 我承搖到你頭頭了 這人都不敢講 我承搖 情緒明顯太失控 警方獲報 裸男狂奔急衝現場 你衣服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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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耶 律師的薪水有點高 達飛所問東跑西跳 遠景無奈下 就好搭監先跟裸男當麻吉 帶他回鎖 從手機通訊錄裡 找到家人電話 終於釐清裸男身分 新聯繫該男子之家人之所後 家人同意由119救護人員 將該男送至醫院救醫 另外同樣失控的 還有桃園觀音這名男子 只因垃圾沒分類 被清潔隊員提醒 竟然疫苗惱羞 把手上垃圾往地上一丟 拽住對方衣領 拉扯咆哮 最後還把清潔隊員 整個人拖下車 會尋施法的途徑 來提出相關的道訴 跟妨礙公務的部分 新潘隊員執勤被打 環保局氣憤喊告 要為受傷清潔隊員 討個公道 藥楊潔財山藏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 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 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